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 不过撞车的一个情况 哦但是贾维斯更准一点啊 是贾维斯和索菲亚 哎呦老仙儿见老仙儿 直接夫妻归 对拜是吧两个人 现在变成兄弟伙们之间的争斗了 哎呦一模屁个这个位置因为锁死 考虞停的地方也不是太好吧 直接下来这个主要是有人被撞飞了 是的而且他们停的这个位置就很容易 深陷入CCG的一个包围枪线之下 哦另外一边了 DT 是的 天鹿哎呦这两支队伍本来是邻居啊 但是抢这个点抢了 互不相让进来 哦基本上已经倒三个了 局势很明显了 就最后宁家击倒张的胜 但是很多的队友的骨枪跳过来 有个车座真的第一时间没有击倒 但他还执着于输出眼前的敌人 那么没有问题天鹿是拿下了四分 哦这前期的战斗有点意想不到啊还是 是的 主要是DT和天鹿其实两支队伍 作为邻居的话 中间会有一个就是比较争议的一些点位吧 嗯我觉得这才是熟悉的味道 我还记得我姐说的就在第一天的时候 大家皮毛 就打一个饮料就可以起来的事情 但这颗雷很准 确实弥补了刚才那一波 给了机会没有把握 他这个是在外面的还是在里边的呀 这是在他雷势扔进去了吧 然后行2Y是被击倒之后 然后往外爬 应该是这个情况 嗯 像往回撤 但队友驾驻的角度非常有限 今天还很容易吃头 之后一颗雷只扎了半血 还好门板倒是倒了半血 勾引啊 是的 半身不让枪了 倒人了 哎呀 这交扬的枪线 对 从农场过来的枪线呢 他队友只能驾驻偏正南侧 然后农场方向是从右下角过来的一杆枪 是的 好 CCG这里还没有打开突破口 倒是封了很多烟 差不多像倒地了 嗯 困乱之中 内部击倒了小通 哇 自己撤个雷 是的 雪很惨 立马打药 腰弹太多了 哈者在跑位的时候也是被前后夹击 他应该想去追前面的 然后被索菲亚从后面开枪射击击倒 嗯 我看他拿这个S12K啊 要操作起来了 17沿着土路 然后再往这个圈的内部去延伸 对 但17的身后就是爱琴 爱琴也来到了这个土路的小厕所 嗯 刚好可以架枪架到17的炮楼 好 这里没有提这个击倒 是因为这个击倒百分百能服务 这还毕竟走了 啊 灵树被击倒了 在倒之前 感叹了一波 好 嗯 爱琴先动了 爱琴似乎是要在三个队伍当中要夺取主动权的那一个 但是他在路上因为离世界很近就已经被扫下了一个 然后三人继续往里开 这选择要扎一个点 扎这个深脚下的一个 这种天路的抽把能力 这车也要平好啊 尽量架一个掩体 哎呦 这个要被鼓 对 武功的枪线从北边过来 然后天路枪线从南边过来 就是这样 对的 然后Pero也在动 Pero也是沿途 他应该想去拿南边的位置 但这个时候CTG其实比他近的多 这个STG 不是那个STG对 STG比他近的多 他去的这个位置刚好是STG可以去 对可以控然后可以慢慢消耗 你看右上角出现了很多机导信息 12月一打连打带雷 Pero的话好像只剩一个了 基本上没有太大意外 因为Pero这里过来一个是信息很差 还有一点就是STG是有意在卡边的 对 那在身边 他又顾不上其实高点DDT和STG了 是的 FM就着重于北部的战场 先跟天霸这里有一个近距离的交火 他一边抽着CCG的靶子 一边雷着近点的天霸 这等于是同时接两队 但是两队对他的威胁性又没有那么大 是的 本身CTG和天霸 有点是在就这种打架 然后那个FM来劝架的意思 是的 就看17跟DDT这波近点的交手 他如何突围了 首先蓝圈当中挂了一个Spaceman的血量 就比较堪忧 而且最近的天霸体已经倒了 想要去突破更靠白圈边的两个敌人 755在绕 755绕到这个侧身 打赢了 是的 二楼还有一个 明明也在抽17的位置 应该是想要 又打了一个 755这波 拿上AK之后 太死心了 是的 这个还是得AK啊 755 还有秦末这个时候开车要支援755经典 拿2打2的下 是的 17这里的人员已经完全被看到了 尽量不要倒地还是 火力还是挺足的 现在就是秦末 秦末在 没有他信息的情况下 击倒了近点的小海 然后自己要在坡下换一个位置 其他只能在原地扔一扔雷 先把人头鼓了 应该是 哇 都有这颗雷 萨莫这颗雷关键呀 嗯 我刚说如果是两个人在这反坡的话 其实富安莫很难打 如果只剩一个的话 这个可以打 小海还能救吗 十个淘汰 很渴望这个分数最终还是没补下来 对 因为没有队伍贴他的一个这个图标墙 在周边的话 他自己只要图标墙的这个墙线够多 哇 这几颗雷 HQ很难了 嗯 ZYY的话挂在了自己这个圈边的防区 出不去了 牛海币的话 另一侧其实 把HQ清完之后啊 他还是可以去贴天路的 是的 就近点去打 也是用雷 血量很低 再补上一颗伤害的话就有机会 哦 这颗雷还是补上了 这菠菜只是想去拉一波枪线 自己的跑位 地形有点平 所以被击倒 应该是没有太大危险的 嗯 没事 我刚想说补一颗烟 我就听到他们那边在喊 没有烟 没有烟 然后仿佛在接我的话 我的天 对 对 ITG 要和悟空打 就这个圈不打 下个圈要必打 哦 独狼已经被说 说I7动手了 因为12月都贴到脸上来了 哦 12月 但是这个是小鹏的枪线 先打了我妹妹 是的 小鹏就很想要直接分数 他是两边都打 哎 这个火呀 没能力去 出了大事 ITG ITG在选择上 他选择去靠南边 在南边的形式比较复杂 对他这个哎呀 他这个太快了 而且这个厕所 你想轻的话 另外一侧牛马已经贴脸了 贴脸了 I7还在 哇 一颗雷 解决 这个没车啊 想腿过来 觉得挺难的 没关系 我觉得决赛圈还有机会啊 决赛圈还有机会 招阳是二岛 这个圈里面的队伍应该只有天鹿 发现给他来了一个超90度的 大概100度找到这个枪线 这个楼顶太高了 这个时候 真的决赛圈能站楼顶的都是有优势的 还能再站 这颗雷 弹 这颗雷应该炸到脸上了 再补一颗 其实小虎也要倒啊 伯良已经倒了 两只六想刮分这个分数 出来都是枪 进去就是雷 旁边还有火 烟也混不住 这怎么办 天雷地火 这怎么躲 这像被天浅了 I7是唯一没有参与到这波枪线里面的人 但这个都连他都腾出手来了 你就是可想而知 物困有多么被动 太难了 这里出现倒地 千万不要被捕 是的 伯良已经进圈了 嗯 伯良已经进圈了 还有一个 小虎一直在混啊 一直在混 靠着前面封的那两颗烟一直在混 对 差不多 这一分直啊 老群这波进圈应该会被架住 但他自己有很多烟窝 可以稍微再突充 看看能不能突充 这么多投掷物 而且车身都已经摆好 老群炸了一个还 是的 整个机会补了还给 他这波起身人雷距离就够了呀 只要跳一下就好了 哇 天鹿真是 出事了 这个决赛圈啊 这样掉一个人 太亏了 而且老群还有机会能够架 萨姆尔一颗连右 炸倒一个 天鹿的位置又在拉不开 我觉得4M奠定胜局的一点 就在于他扑扑前进 占据了刚才悟空的那个据点 这个很关键 我觉得这个决赛圈 已经没有队伍可以跟他打了 是的 老群的分数也被4M拿到13个淘汰 除非就硬拼个人能力 20米吧 萨姆尔面前 等这个烟雾弹起来吧 有一个火好像也没有什么雷了 但是萨姆尔这个跑位 刚才从他的视角来看 就是他面前其实很平 只有一颗烟雾弹做一些软性的掩体 想打没错 但是这个有点稍微冒险了一点 是的 你被自己的火给补的也是很残 现在天路面前是空的 14分淘汰 是的 两个队伍手感都是正好 而且 这纯平枪了 对 将会打了一个 脚仰三倒 这肯定是 这不可能还 直接按了 直接按了 刚才兄弟全部趴下 这个时候起身的僵直 就会给到机会 比如说王鹏想要去起身 他这个时候就一定会有感情下来 是的 打一个 张德盛打一个 护枪 没问题啊 没问题啊